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冯煌以16比21 21比15 26比24显胜雅思 突破了此前只取得过500赛冠军的界限 一年前冯燕哲黄东平这对新组合在大麦公开赛首次出战就打入决赛 但当时雅思显胜夺冠 一年后冯煌已经手握年度7冠 并将冠军上线提升至750赛 继续向更高和更强进发 女单决赛 陈宇飞牢牢控制局势 以21比14 21比19立刻西班牙名将马林 夺得本赛季继一名一千赛后的第二战公开赛冠军 亚运会后 陈宇飞表示自己是重新出发的陈宇飞2.0 他说 从去年欧洲赛季后就给自己定下目标 今后要用外战的决心去对待内战 任何不利都无法影响我非常 想在这里赢 无法改变的事情就积极接受他 说不定就变好是拿冠军了 陈宇飞2.0成功出发了 南双决赛 马来西亚的谢定峰苏尾翼21比13 21比17击败印尼组合 毛拉纳菲克里 首夺世界巡回赛冠军 说来奇怪 尽管他们早在2022年就夺得世锦赛南双冠军 但他们却从未有过在世界巡回赛夺冠的经历 这次在欧登赛他们终于打破了这一杆杆 最后进行的南丹决赛成一编导趋势 国语南丹翁弘扬以21比12 21比6横扫马来西亚的李子佳 首次夺得超级750赛冠军 不仅突破了自我 也为中国南丹再添一名高级别赛事冠军获得者 至此 国语以四冠一亚结束丹麦公开赛争夺 本周 他们将继续征战法国750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